HELLO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力和運動這個單元 運動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會一起來看看不同的東西怎樣滾、轉、撞、飛等等 為什麼科學家會有興趣研究這些東西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科學家對自然世界發生的所有東西都非常好奇 第二個原因就是人類想明白宇宙的奧秘 蛤?我不是亂說的 17世紀的時候,有一個科學家叫做牛頓 他最有名的事跡就是被一個蘋果打傷 而第二有名的事跡就是他在1687年的時候出了一本書 叫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如果我說這本是物理學歷史上最厲害的那本書 我想應該沒什麼人會反對的 那這本書究竟是說什麼呢? 他就設立了一個數學框架來幫助我們分析任何會動的東西 我要強調是任何會動的東西 例如,如果你向天拋一個球 牛頓的理論就可以完美地解釋 為什麼這個球的移動軌跡是這樣的形狀 並且可以很準確地告訴你這個球會在什麼時間 哪一個位置落地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厲害的話 牛頓的理論還可以準確地解釋為什麼 這件事對當時的科學界來說是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當時的學界主流是相信阿里士多德物理學 而阿里士多德物理學的基本假設之一 就是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 所有天體圍著地球轉 當時有一個天文學家叫做哥伯利 他分析完五個行星的數據之後就提出 喂,如果我說地球圍著太陽轉的話 其實都好像說得通 其他人聽到他這樣說 只是覺得你這個理論多有趣 但就不是太多人認真地深究這個想法 後來有另一個叫做加利略的科學家 現在發明了望遠鏡 他很仔細地觀察完不同的天體之後就說 我開始覺得其實地球圍著太陽轉才是合理的 太陽好像不是圍著地球轉的 其他人聽完他說之後就罵他 你是不是瘋了?哪有可能? 之後由於一系列的政治和宗教原因 加利略就受到很多迫害最後屈屈而終 直到牛頓走出來 建立了一個與阿里士多德完全不一樣的理論體系 解釋了所有哥伯利和加利略的想法 其他的科學家就真的無得不服 唯有接受地球圍著太陽轉了 所以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有牛頓 我們今天才相信地球圍著太陽運行 但是牛頓這本書的厲害之處還未停在這裡 這本書另一個震撼的地方 就是他的數學框架甚至可以解釋液體的運動 液體的運動是一件非常難分析的東西 因為他的形狀是不停地改變的 你試試去沙灘看看一個浪怎樣蓋上你 嘩這個這樣的形狀究竟用什麼方法分析才是呢? 牛頓說什麼形狀都沒有關係 我可以將這個浪斬成一億粒水珠 然後分析每一粒水珠的運動 就可以預測到這個浪會變成怎樣了 然後牛頓就在他本書裡解釋了潮池的由來 真是誤到你不服的 基本上你拿任何東西給牛頓看 他都總是有辦法運用他的數學框架來解釋這件事 到了今天 牛頓力學在我們的社會裡仍然到處都是用得著的 我不知道你打機或者看電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嘩現在的電腦動畫做得這麼逼真 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做到的呢? 一部電腦在畫這些動畫的時候 裡面的運算程序主要是有兩個理由 第一是光學 第二就是牛頓力學 你想整個UFO撞塌的樓嗎? 那你就要用牛頓力學來計算一下 UFO和這樓樓裡面每一條鋼條的互動 那不講打機、不講看電影 講一下現實裡面發生的事 牛頓力學可以運用在任何會動的東西上面 包括你,你想體育堂的時候踢那個球 和你放學去百家買東西推那輛車 為什麼當車裝著東西很重的時候 你不應該推太快呢? 如果你懂力學就會知道 車裡面裝的東西越重 它的關聲就會越大 那麼煞車所需要的力氣和時間就會越多 為了不要炒車就不應該推太快 那麼我又舉一些比較專業的例子 如果你將來做工程或物流 要幫人製電影、製車、搬貨櫃 那麼你可以怎樣計算那個電影的負重呢? 又可以怎樣知道 稱起貨櫃需要用多少能量呢? 要解決這些問題 你就需要牛頓力學的知識了 那麼,關於力學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那麼,力學是一個相當闊的領域來的 但是我們只會花半個學年左右的時間在上面 所以我們是沒辦法講完所有的題目的 我會教你一些最基本的分析技巧 和應用這些技巧在一些常見的問題上 如果你將來的專業是需要對力學有更深入的認識的話 我就留給一些更專業的老師來教你了 那麼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下一集我們就正式開波講力和運動 那麼就到時見了 拜拜